根據房地產協會公布的調查 全國6月份的房屋價格以及銷售數量都有下跌 房屋價格為36萬9千元 由5月份到6月份本國的二手樓銷售量下跌了1.3% 同時整個房地產市場的銷量比去年的6月份也下跌了4.4% 以上三個指數都是房地產市場自2011年中以來的首次下跌 房地產協會的負責人說 6月份的樓市明顯失去上升的動力 不過目前的樓價仍然處於歷史高位 其中多倫多的樓市升幅依然是最高 卡卡里就緊隨其後 而大溫地區的樓價上升幅度就明顯減弱 同時房屋的出售量也有所下跌 繼5月份數字下跌3.4%之後 6月份的數字仍下跌1.3% 不過2012年的上半年 由於3月和4月的銷售高峰期 全國的房屋出售量比去年仍然上升了4.7% 有業內人士說 由於新的按揭政策在7月份推行 導致很多買家趕著在5月前上車 令房屋銷售量出現波幅 與其在新的按揭政策推行一段時間之後 市場就會恢復穩定